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今随着养生理念逐步发展 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因此也会采取各种方式 达到滋养身体的目的 那么为了保持健康 我们应该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水它是生命的源泉 如果获得水量太少 不补充适量的水分 那么人类健康将受到威胁 肾脏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排泄有害物质缓慢 在体内积累过多的有害物质 肾脏的功能也会受到损害 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 饮用水的重要性 此外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水 来满足我们的身体需要 很多人早上空护 喝了很多不健康的水 而我们的肾脏是一个重要的器官 非常脆弱 一旦肾脏出现了问题 那么我们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经常有人会一直提醒你 每天一定要请喝水 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 对于饮用水来说 每天早上起床 空护喝上一杯水也非常重要 尤其是当我们到了50岁 早上起床之后更为重要 因为50岁以后身体积冷 表现比较明显 所以早上起床空护之后 喝上一杯水就显得尤为重要 它不仅能够补充水分 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 促进身体新陈代谢 帮助放行身体 预防一些老人疾病的发生 不过早上起床空护喝水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 不要随便来喝任何一种水 可以说如果早上喝水出现了失误 不仅对健康会有影响 而且还会危害身体的健康 第一种是茶水 很多老年人喜欢喝茶泡茶 所以他们早上起来都习惯了喝茶 有一些老人为了方便 甚至连夜喝茶 事实上这个做法是非常错误 我们最好不要空着肚子喝茶 尤其是隔夜茶 这主要是因为茶叶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 咖啡因那空护喝茶容易刺激肠胃 隔夜喝茶也容易脂身续筋 所以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不要喝茶 更重要的就是 如果早上需要服用一些 降压药降糖药 不要和茶水一起服用 以便药物与茶中的成分发生了反应 降低药效 第二种蜂蜜水 蜂蜜营养非常的好 非常丰富 平常喝蜂蜜水可以清肺 可以通便又美容 但不建议在早晨空腹的时候来饮用了 因为蜂蜜的含糖量比较高 所以早上刚起床 血液远稠度也是比较高 当你再次摄入糖分 血糖水平会突然升高 尤其是50岁以后 血液循环会变缓 更不能在早晨空腹的时候喝上蜂蜜水 第三种冰水 现在是夏天 每天天气都是非常的炎热 所以很多人有喝冰水的习惯 真的是喝起来很爽很刺激 它不仅能够消暑还能够上瘾 不过50岁以后的一些老人 不要再喝冰水 更别说早上起床之后就开始喝冰水 因为50岁以后 胃肠功能也会慢慢减弱衰退 尤其是早晨 胃还是半睡半醒 吃时喝冰水会增加胃的刺激 甚至引起胃痉 第四种水 它就是酒水 许多老年人有喝酒的习惯 其实他们并没有慢性疾病 但是知道如何控制酒精的摄入量的话 每天喝一点 对健康也是危害不大 但是你早上不能说空腹喝酒 因此此时身体的大部分器官还没有完全苏醒 这个时候喝酒就会加重身体大大的负担 对身体产生了不良影响 建议早上晨起一杯温水 专家也建议 专家也建议了50岁以后 每天早晨 去床 空腹喝上一杯300毫升左右的温水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睡前 往保分杯里倒入一些热水 早上开始喝温度比较好 那么除了早上喝温水 那么平时也要注意多补水 因为成年人每天 饮水量就需要高达2500毫升 所以除了水果蔬菜还有汤中 摄取的水分之外 那么每天应该补充 最少要2000毫升的水 那么才能够满足身体的正常运转 最后一些美国专家也总结了 当人到了50岁以后 身体机能都会减弱 身体数字也会大不如前 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生活中一些细节 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记得来上一杯温水 今天视频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个视频可以点赞收藏 同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再见